不会那么紧紧以怀的 如果环境不允许你自己本身的 那个期望的话 你就会耿耿以怀了 对不对啊 如果你考试啊 你很期望得到五个A 可是突然间走出一个B来 所以你就耿耿以怀 因为是你希望得到的 你可目的 你这个人的自私 所要得到的那种成果 如果得不到你的那种目标 那种成果的话 你就很不高兴 如果你知道 你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上帝养喜的 上帝所给的都是美好的 你得到什么 你就会高兴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东西 我们都要借着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又真又活 他会带领我们 走出困难 他会带领我们 使到我们的生命 借着神的话语得刚强 他也会带领我们 使到我们有一个根本 一个根基 属灵的根基 我们养成一个属灵的根基的话 我们就能够很顺利的 面对一切环境的不如意了 因为我们是为神而活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为神而活 是活也好 是死也好 我们都是神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会耿耿以怀 我们都知道 我在这个世界 好的就是六十年七十年 不好的三十年四十年 可是不要紧 只要我们借着神的旨意 去活这个生命 我们得到的是那么的丰富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 永活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永活的 不要以为我们在世界这个生命 完蛋了就是完了 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没有 我们在这个世界结束了的生命之后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仍然在活 活在天上 活在与神存在 我的那种生命 所以不要耿耿以怀 不要耿耿以怀 在世界的得失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耿耿以怀 为什么我到了这个年龄 我还是单能 雇员的功 然后我到了这个年龄 我以前物质都没有 我什么什么什么耿耿以怀 别人有Mercedes我却有个Proton Iswara 很耿耿以怀 不行 所以如果我们借着神的方式 我们跟着神的脚步走 一步一步跟着他 那么我们的环境如何改变 都不会动摇我们的信心 对吗 我们的身体如何衰弱 都不会拿掉我们对神的信心和 讲望 所以做什么东西 我们都要以神的方式 想什么东西 我们要用神的思想 那么我们就不会因为问题来了 我们会动摇 所以教会呢 在这两年里面呢 所讲的信息 都是为了要大家有美好的根基 因为这两三年的根基 如果你达好了之后 以后所发出的信息 你会很享受的 因为你有根基 好像今天早上在英文部 我跟弟兄姐妹说 每一个礼拜我给你十个砖 这个十个砖 是从圣经里面造出来的 给你 然后这十个砖 是适合你造一道墙的 你不需要找其他的砖 你不需要找买外面的砖 你以为外面的砖很漂亮 你就买一两块来 可是你要建议这个墙不适合 所以你必须要从自己本身的教会 拿这个砖 然后建议这道墙 慢慢慢慢十个砖 每个礼拜十个砖 十个砖 十个砖 这间屋子有十个墙 十道墙 对不对 我们每一天 每个礼拜都有十个砖 十个砖 三年我们建了一个墙 再多三年 我们另外一个墙 你看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生命了 成为基督徒 成为教会的会友 成为神的子民 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 我们要知道神的方式 不要用人的方式 有时间告诉大家 人的方式是如何 建立教会 人的方式很活跃 在最近 很活跃 他们用世界的方式 他们会找一个 Pieter Tracker 你们知道谁是Pieter Tracker 经济大师 已经死了 有一间大教会 邀请他来 叫他教导 那间教会如何建立教会 怎么搞错啊 叫一个经济 那个经济大师 来教一个牧师建立教会 找错对象 对不对 可是这个牧师他认为正确啊 因为你看外面的大公司 这么大 他们一百间 一千间的公司都有 他们的产业这么大 为什么不用世界的方式 所以他就叫这个经济大师 来帮助他们 以世界的方式来建立教会 那个是不正确的 所以当我们每一个都要明白 建立教会就是用神的方式 让我们来祷告 同时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一样 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啊 必须要借着神的方式 我们明天都要审查自己 是不是我们所想的 所做的 根据神的领导 主耶稣谢谢你 我们活着乃是为你而活 我们做每一样事工 都是借着你给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我们依靠你 我们渴慕你 因为你的事工是荣原 你的事工能够建立 因为你是谈食 你是高台 你是那满有能力 你是创始成中的神 你是完美的神 你是信心的神 你也是恩典供应的神 你是智慧完美的神 只有你才是我们的拯救 我们所做的明天事情 主啊 让你的话语来带领 让你的话语来更新 主啊 我们不会往外面找答案 我们要找答案 我们回去你那边 我们祷告 我们看神的话语 主啊 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刚强 直到我们不会 因为自己的软弱 而走到外面去找帮助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的软弱 如果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得刚强 我们贫穷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得富足 我们没有力量 我们没有智慧 可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得到从天上而来的智慧 和力量 主耶稣 谢谢你 你是美好的神 你是我们依靠的神 主啊 让我们一个人站立起来 我们都知道